周老师 早餐做好了 来了 周老师画的玫瑰花田 怎么看怎么好看 早 宝贝 走 快走就吃吧 要迟到了 要是迟到扣了这个月的奖金 周老师可要负责啊 好 我负责 早上起床有现场的早饭吃 感觉中了大奖才能遇见你 这句话应该我说 请问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礼貌的互吹了吗 今天准时下班吗 嗯 应该可以的 最近事不多 想要有个客户约的一点过来 五点不确定做不做得完 五点半我去接你吧 不用接我 我下了班那直接打个车去店里不就行了吗 老是让你打车 咱俩就是俩操汉 跟我在一起不用那么当心好不好 打车怎么了 挤公交 肖老师也是很在行的 我是操换 你不是 你这不是能送我上班的吗 吃完了 快走吧 不然奖金真要让你赔了 哎 等等 今天是我们恋爱六十天 要纪念一下 来 周老师 笑一下 抱不然你真帅 发个朋友圈 算一下你猛精们 恋爱六十天 哼 哼哼 怎么样 你的玫瑰和我俩绝配 够算死他们吗 够 还不走吗 你真的要迟到了 肖老师 快走快走 快快快快 再迟到啊 主任非给老肖打电话告状不可 敬江文学城 不问三九原著 升罗万象 携手英雄联盟 猫儿FM联合出品 现代都市广播剧 四清 第十四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请传录 师傅 请传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客户完到了 现在还没能完 不能接你了 我已经打上车了 一会儿就到 喂 你一大早翻到朋友圈刺激谁呢 六十天了不起啊 怎么了 方大少爷 这么暴躁 你谈恋爱谈得意气风发 我就被我爸遭到的无处发泄 这不是想找你出去浪吗 我现在有家有事的 再跟你去浪 不合适吧 之前还要死要活 今儿就有家有事了 你跟我说说 你和你那周老师 你俩谁 猥琐过度了啊 歇会儿吧 那你不出来浪 约你喝酒增个时间吧 我 我警告你啊 这你必须不能拒绝我 不然我跟你翻脸啊 我是说我要看看时间 才能回答你 这还差不多 到时候微信联系吧 秦川路快到了啊 给你停哪儿 就前面路边吧 那儿现在不让停了 不让停了 那师傅 你就停那个甜品店门口 我自己走过去 行 小哥你来了 过来买点冰淇淋 怎么不让周哥给你买呢 自己能干的事 看嘛老要别人干的 那是人周哥爱表现 还有抹茶味的吗 要不要甜点啊 我看看 这款慕斯是刚做好的 蓝莓味儿喜欢吗 这个什么口味啊 酸奶 这不是周老板的 好朋友嘛 还真是啊 怎么 萧老师来吃蛋糕啊 小哥 我要个酸奶蛋 哎呀 听说你跟周醉好了 我们都没上门道喜呢 哎 要不今天 你这块蛋糕我请了 就当是祝你和周醉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对对 早生贵子 小哥 我去帮忙把周哥叫来 谢谢 不过免了 怎么现在当老师的 也都这么没眼力劲呢 老师 跟我们聊聊呗 放开他 小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说了两句话 周醉 你找我死啊 打我 周老师 刚才就是纯聊天 我什么事都没有 周醉 你他妈不问 青红皂白就动手 我说了 谁敢动他 我要谁的命 操 老子是想跟他 问汤雅为的下落 谁动他了 左手动我 行行行 是我手剑行了吧 其实是三哥 最近在找汤雅为 他不是最爱缠着你了吗 我刚就是想问问 萧老师 皆没见过汤雅为 对对对 我们就是想着 你跟他那些恩怨 那么多年 他肯定还要来找你 才到这附近蹲他的 你们找汤雅为干什么 干什么 他把三哥的生意搅黄了 三哥能放过他吗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走 周醉 他要是消失了 对你只有好处 周哥 腿这里的颜色 是不是有点暗啊 要不要再调亮一点 最亮 整体就适合了 哦 那这里的线 稍微再虚一点吧 你再自己做明一下 你说 他这个能得奖吗 我觉得够恰 怎么说 就挺一般的呀 他磨得太久了 像他这种 把我日式全身组的 图不能这么磨细节 这磨出来东西是没有灵性的 嗯 我还以为纹身 都得精雕细琢呢 哎 先不说这个 你们刚才在隔壁 什么事呀 我大哥脸这么黑 上次 来店里的那些混混 要找汤雅为 然后就被你碰上了 是啊 你瞧我说什么来着 有些垃圾沾上了 甩都甩不掉 现在连你也搭进去了 他们兄弟俩没他们一个正常的 哦 哎 小哥 嗯 其实 我一直没敢问你 什么 你跟我大哥 是在意义上闯下睡吗 你别告诉我不是 放心 交给我 每次想起他我都恨 那人是真垃圾 人都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自己把自己活成个废物 为什么还要拉上别人负担一生 从他死到现在 我大哥都活在他阴影下面 他们想想都恶心 算了 死者为定 不说了 对不起小哥 我大哥虽然也是受害者 但你才是最无辜的 狗屁对不起 跟谁说话呢 我是你谁啊就对不起啊 你是我小哥 你是天堂使者 拯救人间拯救全世界 真诚感谢我小哥 如果说我大哥遇上前任是上辈子造孽 那遇上你就是他造孽之后又拯救了一颗蟹 你这一套一套的 跟谁学的 这抹茶味的还挺好吃的 你还吃啊 那你吃一个不 拒绝一切天食 先细会吧 我过去一下 好 给我拌 你还吃这个 不爱吃 我再不吃 你胃还要不要了 才刚不腾几天就吃这么多 太凉了 小哥 你瞅见没 爱的魔力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大哥吃甜的 得 那我带您去洗手间 竖个口吧 好 哥 我来了 爸 做事吧 店里今天有点乱 周老师 想不想知道 冰淇淋还有另外一种吃饭 周老师 好甜啊 别勾我了 小老师 外面还有人呢 那抱一下 抱十分钟 好 好 我给你画了个扇行的箱子 闻在你腿上大概就是箱子 你看一下 有没有哪里需要改的 这个图好看 我这个是什么风格呢 没啥风格 就小清新呗 你可以当成纽丝图 但也不完全是 很好看 我喜欢 那你坐这边来 你这个图小 一会儿就完事 小本这个客户 是不是来过 眼熟啊 他最近经常来找小本 闻的还是彩虹旗呢 你去忍一下 过完线就好了 肯定是桃小冬 没跑了 还真是 谁啊这是 你让我大哥见你就知道了 给 开免题啊 我听听他今年准备怎么说 喂老赵 好久不见了啊 好久不见 别光嘴上说呀 怎么样 来趟上海见一面呗 这次国际展会的主观方 撂我头上了 你也知道 国内现在拿得出手得救你一个 你就拿上几个作品参加产 来给我当个评委 其他事都不用你操心 小偷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还不够格 算了 你直不中是打我脸呢 还是扫我呢 这年年都有人请你 年年神隐 过得太已是高人了 今年这是我主办 你得给我个面子啊兄弟 我提前都没准备 哪儿有作品 评委我就更不行了 我往哪里做的算是怎么回事 压不住 你呀放屁 别跟我扯着虚头把脑的啊 我实话跟你说 今年台湾的宗老户来了 沿线和高寿也都撤了 车门面的老东西 一个两个都他妈妈失踪 评委组现在根本压不住 兄弟我是才想来找你的 那是你陶晓东捧着我 我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 你看看你 我这边珍奇的一嘴聊泡喝水 都喝不下现在 一点没骗你 国外的陆陆续续都到了 我现在就在 严险和高寿的展位上 站着那一天十万的地儿 你要是来 我立马就给你 你只要来 我不要你钱 我倒找你十万 小冬 我 我大哥这油盐不尽的 也是难为讨小冬 你笑什么呀 现在斩得上国防你的脸 没有 我就是看你笑的 走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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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了一栋线就不好勾了 别去 哦 那我不笑 这样吧 你要是实在嫌撑不起来 就把我的作品拿去吧 哎 你得瞧着啊 最后还得是我给我大哥擦屁股 看上了 要不怎么说我北哥靠谱呢 你自己想得不联系 至于手稿和图片 你也随意 看得上的都拿着 这次我店里也有人去 拿我的名挂个斩 最多也就这样了 行吧 你能孙口到这儿 已经是看在这么多年 我俩行行行息 同学知己的情分上了 行 那就先挂了 我先为一对事呢 我去 大哥你也太酷了 陶晓东这种业界元老级人物 别说专门打电话请我 他勾勾手指 我就屁颠屁颠当牛做马去了 没什么酷不酷的 性格缺陷吧 嗯 过来坐 周醉工作室只有两个人 就你和我 别人都代替不了你 你的作品要是去了 我就一定得去 只有我一个人能代表周醉 这无所谓 你就考虑你自己想不想去 别的不用想 你不想 但我不能不想 其实我代表你也不够根 但除了你也只有我了 我是你徒弟 我在那儿也是想当当一人 周醉徒弟 只此一家 小哥 你觉得呢 别无分号 我胡神呢 那你就带个我的名去 自己也准备一下 带上人 带上狗 实在不行去现场组 我不带 懒得弄这些 烦死 再说了 我还怕给你丢人呢 谁一看 周醉徒弟就这狗狠水平 周醉徒弟拿个奖的玩意 拉倒吧 就一周了 我哪找模特去 我呀 哥 我可以给你当模特 只要不是脖子手腕这种外露的 你可以随便弄 你 算了吧 我真的可以啊 而且我不是现场的模特吗 疼不死你 我不怕疼 没事的 不怕疼 你别抖啊 不 不疼 你自己喝就喝就吧 我俩先回了 拜拜 哥 我想歇会儿 去吧 我正好换打我的枕头 哥 周大哥和那个 肖哥 是一对吧 是啊 他们 他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就那样在一起的呗 我是想说 他们 你打听他俩的事干嘛呀 没有 就是随便问问 哥 你这个耳钉特别好看啊 他 你干嘛 我 我看你只戴了一个耳钉 就 觉得好看 哥 我 别一个简单撩住我 听你们 哦 哦 这 知道了 啊 啊 好啊主人 啊 我知道了 啊 好的 主人 再见 怎么了 交流会 上海 哎 出差 什么时候 也是下个礼拜 和你们那个展会差不多时间 去了要喝酒吗 嗯 应该会吧 不过放心 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这次呢 是几家大学联合开的交流会 都是学校的老师 好沟通一些 嗯 嗯 嗯 怎么了 哎 你还记得 今天来找小北文申的那个小男生吗 记得 我看到了 他闻彩虹旗的地方有个巴 也是这巴 周老师啊 你看我这脚踝上的巴能遮吗 这样靠着周老师特别舒服 那 吃苹果 嗯 那个三哥 如果找到汤雅伟 会把他怎么样啊 那要看他搞黄了人家多大的生意 哦 会不会 有生命危险啊 汤雅伟不会那么笨被他们抓到 说不定已经回台湾了 嗯 嗯 如果他回去了 应该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吧 你别多想 他来找不着我 对我来说都没什么 我不想让你操心这些小事 说什么呢 我说真的 我最不想让你这样 在我心里 我的事都比不上肖老师 你得这么想 肖老师呢 都把周罪放在心尖上了 那周罪的事自然就是肖老师的事 肖老师的事自然也就是你的事 懂吗 懂 你就是心思太重了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最近晚上睡眠还好吗 我晚上在你身边睡得特别踏实 都忽略你了 挺好的 那奖励你一下吧 这次就先放过你 但有些事迟早要谈 问题早晚也要解决 放心吧 都给你攒着呢 我们睡吧 好 好 肖老师 好 小哥 其实 我一直没敢问你 你跟我大哥 是在一张床上睡吗 周罪的探子在这儿呢 快来快来 来了 哎 怎么是个小年轻啊 你是周罪吗 我不是 我是他徒弟 啊 周罪没来啊 这不白来了吗 也不算白来啊 你看他家的图 不愧是夜内一把手 哇 这满辈的老虎一出 什么精诚第一的凤雷 台湾的宗老 都是比不了的 传统的调子 被他玩得太明白了 不管是意见还是手法 都顶级 是啊 凑近了看 脸上的皮毛都看得清楚 虎头虎牙 胸态闭腺 一对虎眼 抠人皮上像着活了 陆小北你又坐在里面玩手机 你看看你家门口多少人 也不出来替周罪招呼着 有什么个招呼的啊 那么多图放着 又不是没张眼睛 唉 你知不知道你家今年是横空出世 就你独一家撑起一个款 什么风格都行 还不赶紧给你师父多宣传宣传 名片散完了也不印 有人来问也不理 我们有官方微博账号 周罪刺青工作室 不缺这一个盏子 再说了 我大哥压根没想出名 我们不想发展 不想挣他钱 不想扬名立万 行行行行 一个两个都是一个德行 小哥救命 怎么了你 就还救命 这盏子真不是人带的地方 太他妈遭罪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还说去你那边看看呢 别别别 这种展会你永远都别了 真的 能入眼的没几个 都他妈是垃圾 我一搞纹身的第一天来 就吐了三回 一点没夸张啊 好吧好吧好吧 唉 我想着啊 我忙完了呢 去你那转一圈 然后就回去 嗯 回哪儿 回家吗 对啊 机票我都买好了 小哥 您是王母娘的观音菩萨 你赶紧再订一张 我立马赶紧回去 机场会合 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了 我跟你说我回去必须歇三天 我现在不能看见纹身 看见纹身就想吐 本爷现在我都得纹身恐惧症了 歇 歇才可十天半个月的 我说 谁瞎点瞎这么多 下了飞机就打我电话 我走 哎 火大哥 喂 啊对啊 我跟我肖哥一起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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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我马上到 他来了 啊 哎 恋爱果然改变人啊 啊 我大哥说 在停车场等待吗 人肯定是来接对象的呀 肯定不是来接我的 那走着 哎 我大哥是在那呢 哎呀 真是大到无法让人忽视 哎 大哥 啊 这你大哥旁边的人是谁啊 啊 啊 哎 哎 什么情况啊 你箱子都不要了 哎 你俩铁人追啊 都追到机场来的是吧 啊 小北 看来我的话没有起到作用 你们还是在一起了 你他妈管天管地 还管别人谈情说爱啊 你要回台湾了 是 我要回去了 你们开心呢 哼 那是 我特别开心 你现在滚回去 我回家立马放烟花炮上了 赵罪 我知道给我消息的人 是你找为的 但你别指望我会谢你 你永远 切我一条命 你 多余的话不用说 算了吧 小老师 走吧 好 小北 走了 你千万别问我回了台湾 你千万别问我回了台湾 你千万再就不用还 猜 你千万别问我 你千万别问我 你千万别问你 你千万不要问我 你千万别问我 你千万别问我 你千万别问你 快要亲家 不过来 自己提回去 嗓子怎么了 有点感冒 没事 缺关怀了呗 咱俩都去上海了 没人问暖他了 你瘦了 遭老罪了我 以后别让我去了 这男 最好你作品都别出门 要不我还得去 对文山有恐惧了 妈的还跟陶晓冬撞发型了 我站他旁边 是个人就问我是不是他儿子 我去他大爷不能干的吧 你要累了上二楼休息一会儿 好 我说哥们儿 你是不是看上我弟了 你想多了 什么情况 那就行 我弟人老实 不经斗 没人斗他 他就是个傻子 你没有最好 哥们儿 图新鲜的话手下留情 不然我不放过你 嗯 你觉不觉得 北哥温柔许多啊 被怼成这样了 他也没反驳 他心虚 嗯 这是你一会儿要做的图啊 嗯 这是要做一套环吗 对 这是手环和脚环 这是锦环 纯黑色的环 这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嗯 这种密度的黑色 很不好洗 以后如果后悔了 想洗掉 也洗不干净 这锦环上 还有名字的缩写 年纪都不太大 我劝他们再考虑一下 不过没什么用 当下的 即是最好的 你想说什么 别在身上磕东西 为什么 这明明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不管在身上留下什么 都是要待一辈子的 文刻是一种背负 直到死去 都要承担当时的心愿和念想 心意不变的时候 是纪念 是机遇 心意若是变了 它就是永恒的负担 它会时刻提醒你 已经变了的 没有了的心意 会非常痛苦 周老师 希望小老师永久快乐 任何选择之后 都能洒脱 我不敢把风雨的玫瑰碰起 因为爱的刺客逼真锋利 浓烟的爱意 我怕我的太近 老想自己 可我为何也不敢逃离 想起你有多不甘就有多着迷 独处是我还听见你声音 是我的心 它模仿你 为情我准许 黑夜 对我来说从来漫长有冰冷 连带着时间 空气也凝制不前 是萧老师 成了黑夜里唯一的光 明光 这杯我敬你 祝你虔诚似己 未来可敬 这杯酒 请你给过我的一切 敬过往 如世如画 请往事如云走 岁月不回头 你们俩随便见 敬过往 敬明天都行 就往我这儿 我替萧可接着 对不起啊 周老师 你吓死我了 你打算上哪儿去 我就站着等会儿 你要是看见消息 出来找我了 我不能让你找不着 萧老师 放心 萧老师 去哪儿也不去 有萧老师在哪儿 什么都不怕 我觉得我对萧老师你 不太能轻易松手了 中文字幕作制作者 李宗盛 直到你太瘦 画出新的图案 梦的缭乱 装入画的浪漫 愈合的伤口 风折光的温暖 我很喜欢 可我该如何回应你呀 我的心也无意继续 浪费光阴 可我该如何拥抱你呀 多重多轻 才够长久 才教你安定 作曲 李宗盛 记忆冲散 我与你相遇太晚 天不愿余生与你无关 余生太短 如同你曾把过往盼做罪名 一笔一笔刺血纪念伤心 好似说爱是为谁痛的清醒 才算深情 可我该如何告诉你呀 我的心因你才学会放下曾经 那我该如何舍弃你呀 任定任命 你留下了像一枚子情 可我该如何回应你呀 我的心也无意继续浪费光阴 可我该如何拥抱你呀 多重 多轻 才够长久 才教你安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